48岁的韩国演员李善军 曾演过电影《寄生上流》 韩剧《我的大叔》等作品 近日因涉嫌吸毒 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没想到12月27日传出死亡消息 根据韩国警方透露 当天早上10点12分 接到李善军经纪人报警 留下像一束一样的紫条离开了家 不仅联系不到本人 更表示连车子也不见了 而就在10点半左右 警方在首尔一处公园 发现了李善军的车辆 被判定为死亡状态 在副驾驶座上也有烧炭痕迹 推断是做了极端选择 李善军在2001年 演出情境喜剧《恋人们》 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2007年主演《白色巨塔》 受到瞩目 之后凭借着《咖啡王子一号店》 《料理学配pasta》 《我的大叔》等韩剧 成为人气男星 2014年凭借动作电影《非常警探》 拿下第51届白响艺术大厂引地 2019年演出际身上流 登上国际舞台 也在2020年获得美国演员工会奖的 最佳电影整体演出 可惜一路顺遂的星图 却在今年10月20日变调 他遭到酒店女士长举报吸毒 对此李善君方面主张 是遭到对方欺骗才误息 还被威胁敲诈3.5亿韩元 事后李善君接受两次精密检测 都被判定为阴性 而在身亡的前四天 他才接受警方19个小时的调查 26日也透过律师向警方提出 委托调查测谎酒店女士长的申请 没想到案件尚未明朗 他就选择走上另外一条路 令家人粉丝都感到难过不已 经纪公司也发声明 希望大家不要臆测或推测 而散布虚假事实 葬礼将在遗属 以及同事们参加的情况下 安静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